《海峡一梦》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自己化成一语海鸥 自由翱翔于大陆 宝岛之间 我停落在南平山的寺院山墙外 听南平晚中悠悠 带我神游故国回到亿万年前 那时的陆地 比如今的太平洋更广袤无垠 那时的森林曾经一路从西域延伸到台湾东海岸 后来 南平山被越陷越深的路架声声拉扯 断裂成两半 东面的一半如今叫半平山 中间隔着一道海水 叫做台湾海峡 留下一句 半平山 半平山 一半在大陆 一半在台湾 被潮声夹着风声和钟声日夜吟唱 勾起多少叹息 多少忧伤 如雾隘游荡山源 路珠湿透林间 天各一方的南平山和半平山 在那些两岸炮火乡向渡船绝迹 忍思念断人肝肠的岁月里 多么羡慕自由的海鸥们啊 羡慕他们 清晨翘首玉山之巅 观看太平洋西岸的第一旅日出 上午在鼓浪与日光炎上悠闲的晒太阳 午间在金门马祖的海边捕鱼觅食 下午在阿里山饱览云海奇观 羡慕他们在日月潭 乌来瀑布边洗浴梳妆 整理羽毛 傍晚更翱翔在中山群岛 光影如梦的西照中 跟香火弥漫的普陀山一道 享受海天佛国熏风沐浴 入夜 他们停落在太平洋中西行航船的甲板上 接受台湾岛最南端 鹅卵鼻灯塔的导航 补充食物 淡水和燃料 继续西行 驶向灯火辉煌夜未央的东方之珠 香港 上海 或是来到第二大宝岛海南 在天涯海角 听风吹夜灵绒树 唯唯讲述猎人神路的爱的传奇 在亚洲低月光沙滩亚龙湾里 看情侣对对 萤火成群 听虫鱼低语 夜音轻唱 风起了 让湿润的季风 鼓满远航的风帆 风起了 让远古的路架 拖起今天的田园 风起了 让龙人的中国梦照亮前边 风起了 让两岸同胞情相依 心相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